綠盎然的山谷 搭配重重的流水深 还有令人叹微观止的高耸峭壁 以及清澈溪流 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 归附神工的自然美景 声明远过全球 年年吸引外国游客 慕名到花莲旅游 How did you come to love 花莲 Is it the towering and majestic mountains The sheer cliffs that stand like a thousand blades Or the primitive and tranquil ancient trails 全球各大旅游网站 每次介绍台湾时 都会把泰鲁阁列入必访景点之一 知名订访网站也曾经将花莲 品为亚洲第三名好睡又好玩的观光圣地 一群外国游客穿着泳装 在岩洞中享受温泉 还拿起相机拍照留念 这里是泰鲁阁内的温山温泉 只是要来到这里危机重重 温山温泉被外国游客 视为绝美秘境 但这里随时都可能有土石掉落 标语牌上名闻禁止进入 但还是有不少外国游客 宁愿冒险 也要一探究竟花莲的大自然风景 没想到在4月3号这天 花莲7.2强震引发多处山崩 美丽的泰鲁阁风云变色 顿时成为国际媒体焦点 日本TBS电视台记者 前往泰鲁阁查看山崩情况 并了解周边土产店 受到的影响 原本要价10万块的石雕 就这样在地牛翻身中碎成好几块 让商家苦不堪言 除了日本媒体之外 全球有40多家外国媒体 也在铁路抢通后 挺进花莲灾区 其中也包含大陆央视记者 再往泰鲁阁深处走 这一幕真的太震撼 空拍机拍下中横公路的正后惨况 本该是一片美景 现在到处都是大小石块 镜头再拉近一点看 竟然有两辆车被落实 砸到明显变形 3号当天精英酒店员工和游客 因为土石摊方 被困在中横公路的隧道里 搜救人员通过今天一天的努力 已经把里边受困的 两处隧道的44人全部救出了 我们第一台到那个明隧道的时候 我们突然接到那个地震指示 然后过一秒钟 我说快冲 前面就探方了 我们车子冲的时候 有个大事都打到我们车的后面 取死回生 死而复生 真的是在鬼门关前走一遭 墙镇中幸存的 精英酒店安全部陈经理 一看到妈妈赶紧把家人抱入怀中 陈妈妈看到儿子大难不死 不经喜极而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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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也访问到 获救的新加坡游客 他回想起受困经历 至今仍然心有遗迹 美国CNN电视台则是将香港的资深记者 Ivan Watson特别调派到台湾 他在铁路抢偷后 从台北搭乘台铁一路进到花莲灾区 从火车望出窗外 处处可见闪崩痕迹 来到花莲市区 映入记者眼帘的 就是摇摇欲坠的天王新大楼 CNN记者在这里看到台湾人的任性 尽管发生7.2强症 但花莲街头上的商家 餐厅迅速恢复营业 日常生活开始慢慢步入正轨 也让外国媒体见识到 台湾灾后快速的复原能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